來和技術學院選保要在一一三 行年停舊 一一四行年停班 有很多老師有得要跟學校協商 來加入高校工會 不過有一些老師做工會的工部 後就讓學校換到行政節目 工會就這期是在搭建工會工部 讓分隊停班的人不可以去參加 毫無會議 今天他們就去勞動部 提出不同勞動行為責怪的申請 不當涉嫌打壓公會 大喊受到無法亂去 法連台喊技術學院的老師和高校工會 拜託勞動部外交控制 高校工會進出今年幾月 當初會對國選保 因為九星不久連十年開勝 要在一百十三年停舊 一百十四年停班 前往後方在五月 跟當時的學部長 減高校工會幹部的 翁世長做理教授 不用讀學部長的支部 翁世長表示 跟進北董議會這段關係 也這段學校這是要透過 天安學術主管的手段 和反對停班的人不可以參加 五月無會議來表決 而且這次這是對工會幹部的不動打壓 我們學校的組織章程裡面 行政教師兼行政主管是一任三年 除非有其他的規定 那我這邊特別聲明 在跟我談的過程裡面 本人並沒有口頭 也沒有書面上面有請辭學務長的行為 所以這等於是學校校長這邊的裁決呢 就把我換掉了 還透過這種人事權來影響我們工會 我們幾乎就沒辦法主張了 沒辦法跟他們協商了 這是我們最嚴重的這個侵害 他說六月十八之後才能協商是因為校務行政繁忙 因為他們要辦畢業典禮 但是就我們了解六月二號就已經 畢業典禮就已經結束了 那很明顯他說校務繁忙這個是說謊嘛 剛好工會和台漢技術學員的老師 好有勞動部要出品為 讓老師的工作款和學生的收工款 也正是拿出不動勞動行為採決申請 所以六月二七工會要跟學校進行 第一次的團體協商 也好有學校如果準備停班停車 也行動要拿出完整的幾位 要拿將對電話老師行政支部的經濟 好方是會應說這本地就是學校的團業 其他路上次臨票看台北本德